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日批名将做出重大决定 刘国梁收坏消息 刘诗人最担心的事发生了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阿三坎球 我是阿三 在视频开始前 辛苦大家常按下底下的关注和点赞按钮 让阿三的视频给更多的朋友看到 谢谢大家 本期视频大家说一下谁估损最近那些情况 我们知道在此前东京奥运会当中呢 许兴和刘诗人搭档的混双著名的组合呢 是在比赛过程当中暴冷输给了日本嘴 组合也就是水谷笋和伊藤美成的组合 那在这事当中呢 我们也是非常遗憾的丢掉了手机 因此呢 其实这场比赛对中国队来说是一个相当大的遗憾 对刘诗人他们来说呢也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所以呢其实在此之后的话他们也都非常期待了 能够在此后的国际性大赛当中呢 把这个遗憾给捏补回来 也要报这个仇 但后来我们也知道在奥运会结束之后呢 水果笋是曾经呢宣布退役的 我当时啊其实对国平而言呢也算是一个比较可惜的事情 一旦水果笋退役的话那么我们在之后的比赛当中呢 也是没有可能呢 在遇到他们这一对日本组合了 但是后来我们也看到水果笋呢也是正式宣布那么付出 并且呢参加了他们全国乒乓球的一个联赛 所以当时呢很多人也都觉得说那么是不是意味着呢 接下来11月份的视频赛水果笋呢会再次和伊亭美城组合 然后来迎战中国队的 新闻联播组合 那么到时候的话那么我们这边的组合了就能够再一次去面对日本组合来完成这样的一个挑战 但很可惜那么就在最近根据最新的消息呢 水果笋这个日平名将也是做出了一个最新重大的决定 也是在日前的宣布正式退役 如果说此前的退役只是暂时的那现在这一次退役的话也是正二八斤的 对水果笋来说呢那么接下来是基本上不太可能再付出打任何的比赛 没意思这也就意味着呢在11月份的视频赛当中呢 我们中国队肯肯定是会遇到日本队但是呢肯定是不会遇到水果笋 和伊亭美城这样的一个组合了 所以其实对刘士文来说呢也算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对刘国南来说呢 那么恰恰也是一个坏的消息 因为我们刚刚提到我们呢是很想抱着一见之仇 所以现在呢刘国梁呢失去了这样的一个机会的话 那其实对我们来说也算是留下了一个很大的遗憾 而对刘士文来说那么他此前呢也很担心说这一对组合会不会退休 那到时候呢那他就没有机会去报仇 没有机会呢去弥补之前奥运会的遗憾 那现在呢他担心的一个事情呢也算是正式发生了 而随过随着他的一个退役呢 一天美城呢也很有可能会搭档其他的一些日本名将来进行挑战 所以到时候虽然说我们不能够遇到水果笋和一天美城的这样的一个组合 但是不管是遇到哪一个日本队的组合 我觉得对我们来说呢 都必须有信心 而且有能力的去打败对手 来弥补最终的这样的一个奥运会的遗憾 我们也非常期待中国队到时候呢能够在比赛过程当中呢强势打败日本队 然后呢在赛场升国旗 咒国歌来完成我们重大的一个愿望 好了本期的阿三砍球季来到这里 喜欢阿三的记得点赞 关注 评论分享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 拜拜